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难怪泽伦斯基要讲梦义场 我都不知道他的这个成长背景 虽然他从小到大 我们看到他也是在这个 在这个比较亲厄的地区长大 然后也是这个讲厄语 厄语是他的母语 但是上来之后呢 他也决定本土化 对不对 俄罗斯 这个乌克兰化 要去俄罗斯等等 那当然我相信他心中 有他的这个一定想法 那么相信美国最后让他觉得 加入北约梦义场 加入北约是谁鼓励的 就是美国所鼓励的嘛 所以对照我们台湾的处境 美国也讲得很清楚 美国从来没有说要出兵协防台湾 所以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你同不同意呢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 比如说我们举王定宇委员 他说台湾绝对不可能是乌克兰 中国可能是俄罗斯 但美国还是美国 美国不会变 对啊同一个美国 对好 不管是之前的今日阿富汗 明日台湾 现在的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其实这个根本这两句 根本是在质疑美国的领导微信 那我们再往前看一点 有一句叫做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当时绿营每个人都拿这句话 来营造所谓的亡国感 为什么要这句话 这句话它的用意是什么 它就是要告诉大家 中国很危险 随时要并吞台湾 好那可是老实说 不管是今日什么明日什么 重点是我们台湾要学习到 在国际的政治里面 各国都会对自己的最大利益 没有一个国家会违背 自己的最大利益 去帮助其他国家的 好所以根本的问题就叫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好我们举香港为例 你知道吗 今年居然是蔡政府 把一个曾经参与过 香港反送中运动的 那个大陆民运人士 遣返回大陆 今年一月送中的是你蔡政府 所以有时候你不得不说 有时候这些变成 当你变成骗选票的伎俩的时候 才会危及整个全民的利益 其实泽伦斯基给整个世界的 一个启示就是什么 没有能耐的人 靠着表演 靠着包装选上总统 是一场灾难 你知道他上任一个礼拜 在乌克兰就有7万人 请愿要他下台 为什么 因为他任命他电视台的 这些同事们 去当国安局长 我们昨天还在开玩笑吗 我要是当你总统的话 我的制作人就是行政院长 辩子妹就是NCC主委 对 而且你知道去年还有一个新闻 去年有一个国际反贪腐 雷尼斯那种组织 发现这个呢 泽伦斯基他有三个境外公司 然后呢 他的而且合伙人 就是他任命为国安局长那一个 而且他老婆也半价买豪宅 他打贪腐起家 没错啊 所以他被看破手脚嘛 那我讲说 我们要拿这个来借禁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 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政党 其实我举一个很简单的 征兵制 要不要讨论 我们刚刚讲 自己的国家要自己来强化 军备的时候 如果每一个政治人 都为了要年轻巡票 啊 募兵就好了啦 大家不用当兵多好 乌克兰是征兵耶 对啊 我们现在台湾还是 经过训练的 对啊 所以我说这个其实是 我们所有政治人物都要 都要好好面对 这是务实的问题 那另外比如说和平 我们追求没有人想要战争 战争永远都是悲剧 但是我们要如何 我们不是说 要去舔别人才能避免战争 是要如何跟对方能够一起 互利啊 是互相的 没有说什么一定是谁得分 我觉得我们台湾如果能够拿到 如果我们有的筹码 比如说刚刚讲很多街坊 讲台积电 如果我们今天台积电 比如说什么 半导体产业链 第一岛链 民主价值链 这一些我们讲的 跟乌克兰不一样的地位 好 那我们要如何把这个特殊性 这些筹码 换成我们在所有国家里面 当大家的好朋友 对我觉得杨敏讲得非常好 我一直觉得说第一个 现在是还在战争期间 晚上又要开始轰炸 所以讯息很乱 但是对于所有的讯息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 你不要就完全相信 有一些讯息是别有用心的 不要掉到坑里 第二个从我们台湾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需要选择立场 你一定是挺俄罗斯 还是挺乌克兰 不需要 但是你要看懂这场战争 你也不要老是被西方口径带着跑 也不用被俄罗斯口径带着跑 都不需要 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